慈禧守寡48年,全靠两件宝贝度过深宫岁月,死后都不忘带入棺材,慈禧守寡了整整48年,在后宫里靠两样特别的东西打发时间,连去世都得带上它们,说起大清朝的末期,大家肯定能想到那些被欺负的日子和国家的衰败,清朝那时候怎么就这么容易被欺负呢? 主要是因为封建制度落后,加上统治者软弱无力,到了晚清时期,慈禧太后控制了个傀儡皇帝,自己把权力握得死死的,成了真正的掌权者,她政治手腕高明,在朝廷里说话很有分量。 但说实话,她也挺贪的,竟然把本来用来买军火的钱去买奢侈品了,因此后人对她的评价并不好,作为晚清最有权势的女人, 她在宫中手挂了那么久,宰下了数不清的财产和珍宝,数量多的吓人,在这些宝贝中,有两样是她特别喜欢的,这两样东西陪伴了她一生,甚至在她去世后也随得下葬。 慈禧太后的生活奢华到何种地步?她的最爱宝贝是哪两样?欢迎收看本宫巴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。 慈禧太后,一个从秀女变身为权力巅峰的女人,她的一生充满传奇,她出生在一个满洲乡兰齐家庭,父亲是朝廷官员。 十七岁那年,慈禧通过选秀进入皇宫,迅速获得了贤丰皇帝的青睐,并在短短五年内从贵人晋升为贵妃,生下贤丰唯一的儿子后,她的地位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慈安。 慈禧不仅美丽,聪明,而且非常有权谋,早在贤丰还在世时,他就已经开始参与朝政,甚至在贤丰的默许下帮助处理政务和奏折。 虽然宫中有人提议贤丰效仿汉武帝除掉的,但贤丰始终未能狠心下手,贤丰十一年。 贤丰皇帝的生命即将终结,在临终时,他决定将国家大事交给慈安太后,小皇帝和八位大臣共同管理, 希望这样能平衡后宫与朝廷的权力。 然而,他没想到的是,自己去世不久后,这种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, 实权落入了慈禧手中,咸丰皇帝去世之后,慈禧成了寡妇, 他不再受到任何约束,开始毫无顾忌的追求个人欲望。 在守寡的那些年里,他把全国的实权和财富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 尽情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。 说说权力方面的变化,咸丰皇帝去世不久, 他的儿子宰纯就登基成为皇帝,顶年号为齐祥, 后来又改成了同志,因为宰纯还很小, 所以当时处理国家大事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慈禧。 慈安和那八位顾命大臣身上, 慈禧对八位大臣控制朝政感到不满, 于是和慈安联手发动了新有政变, 抓捕了这些大臣,夺回了权力, 慈安太后去世后,慈禧无人管束,成为宫廷的主人。 按理来说, 同志皇帝成年后,应该由他来掌管朝政, 但慈禧不愿放手, 为了自己享受, 他让同志皇帝多次修缮圆明园, 建造豪华宫殿, 供自己居住。 当时有很多大臣劝诫皇帝要为国家和人民着想, 因为圆明园受损严重, 修复费用巨大, 但同志为了摆脱慈禧的束缚, 坚持开工。 慈禧太后不仅对住所追求奢华, 还对珠宝有着强烈的迷恋, 她的一生都在过着奢侈的生活, 收集了大量珠宝, 慈禧太后的宝贝可真不少, 有叶明珠, 九龙细凤祝冠, 翡翠白菜, 碧喜莲花, 珊瑚树这些, 她还珍藏着至今陀罗尼精被, 磅佛, 九玲珑白玉宝塔, 翡翠西瓜这些好东西, 在这些宝贝里, 慈禧特别喜欢翡翠西瓜和那枝金陀罗精被, 这两样东西赔了她好久, 最后也成了她的陪葬品, 说到珠宝, 慈禧太后可是个大粉丝, 金银玉石珍珠玛瑙她都爱得不行, 但要说最爱的, 还得是翡翠, 这不仅仅是因为翡翠贵, 还有个故事在里面呢, 故事是这样的, 咸丰皇帝那时候愁眉苦脸因为没有儿子, 宫里头的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 就在大家猜测谁会牵上儿子的时候, 好消息来了, 慈禧怀孕了, 咸丰皇帝一高兴, 就亲手设计了个翡翠手镯送给慈禧, 这手镯做得精美极了, 价值连城, 世上找不出第二件来, 对慈禧来说, 这只手镯意非凡, 他不仅象征着他的高贵身份, 还记录着咸丰皇帝对他的爱呢, 慈禧对翡翠有着特别的情感, 尤其中外一对翡翠西瓜, 这对西瓜用西瓜必喜制作, 外观逼真, 皮绿带黑纹, 内部红黑交错, 它们是国宝级真品, 史料显示, 慈禧非常喜爱这些西瓜, 把它们存放在颐和园的珠宝室, 为保护它们, 他定制了坚固的橱柜和复杂的锁, 并让亲信太监日夜守护, 慈禧高兴时会拿出西瓜欣赏, 常向人夸赞他们的独一无二, 慈禧太后对那些珍贵的宝物, 简直痴迷的不行, 他去世前特别嘱咐他的亲信李莲英, 要把这些宝贝都放进他的墓室, 李莲英和他侄子一起写的爱月轩笔记, 李还提到了翡翠西瓜的最后去向, 听说慈禧死后, 那对翡翠西瓜就放在他脚边, 一起被埋进了东岭, 相传, 在慈禧的房内有专门的珠宝室, 这里面放置的都是慈禧喜欢的珍宝, 这里面慈禧最喜欢的就是这对翡翠, 据说这个翡翠西瓜慈禧放在一个匣子里, 然后又把这个匣子放置在橱窗里面, 在橱窗外面还谨慎的上了一把锁, 这个锁可不一般, 类似于后代的密码锁, 有这样的锁慈禧还不放心, 专门潜派亲信导帮看护, 他经常向人们炫耀这个宝物是天下独一无二的, 那么这个宝物是怎么来的呢? 有传说, 这对翡翠西瓜是藩帮进贡的贡品, 翡翠多以绿色为尊, 而红色翡翠更是少见, 这个翡翠西瓜按照记载上的描述, 应该是瓜皮是翠绿色, 带着墨绿的条纹, 能大约看到瓜嚷的部分, 甚至可以看到瓜嚷上的黑瓜子, 当时外邦进贡给慈禧的时候, 就被估价为五百万两白银, 根据轻末一两白银价值二百元来计算, 这对翡翠的价值在十亿, 放到现在, 远远在这个价值之上, 在这对翡翠西瓜身上还有一则故事, 故事大概也就是说, 这对宝物不幸被盗, 最后还神奇的在一个土堆下发现, 慈禧又重获宝贝, 而因为捡到宝物有功的大爷, 因此成了这里的富户, 据说宝物找到之后, 偷宝物的人却一直没有抓住, 为此慈禧很恼火, 下令全国通缉嫌疑人, 只是最后连个嫌疑人的影子都没看到, 而今, 翡翠西瓜从慈禧墓中流失之后, 再也没有被找到, 关于翡翠西瓜的下落有很多说法, 但都没有可靠的依据, 在那种乱世, 人命尚且不能自保, 更别提这种无价宝物, 只能希望能有一天, 宝物重回祖国, 理论上来说, 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永远陪着慈禧, 在1928年下天出了大事, 国民革命军的孙殿英为了筹钱, 竟然去盗墓, 把慈禧墓里的宝贝全都偷走了, 这是一曝光, 全国都炸了过, 那时候的晚清势力不断给政府施压, 要求他们严厉惩惩罚孙殿英, 为了保命, 孙殿英赶紧把他偷的那些宝贝拿出来送人, 包括那对翡翠西瓜, 当时乱糟糟的, 加上孙殿英行贿的事又是秘密, 所以直到现在, 大家都还不知道那对翡翠西瓜到底去哪了, 慈禧太后特别宝贝的第二条, 是那支金陀罗金贝, 他上位后搞了不少事, 弄得民间怨声载道, 所以啊, 夜里他也会心惊胆战的, 为了让自己安心点, 就找人弄了这么个被子, 传说这被子能驱邪, 虽然不确定是不是真有用, 但慈禧盖上他后, 却是感觉好多了, 可能也是因为他信这个心理作用吧, 最后还把这被子带进了棺材里, 希望来生也能安宁, 这个被子又成为往生被, 上面有许多的诸佛菩萨真言秘咒, 这个佛文在清朝是写在圣旨上, 没有皇帝的同意不能使用, 清朝历代重视佛教, 这里的佛文在佛教认为有化解魔障的作用, 哪怕是生前有多大的罪孽, 死后再盖上这个被子都能化解往生极乐, 传说盖上这个被子死之后前往阴间, 阎王爷看到都要对此恭敬, 可见慈禧在生前享受荣华富贵, 死后仍然想要往生极乐, 也可能是慈禧明白自己生前杀孽太重, 内心不得安宁, 想要借助宝物化解自己的孽障, 往生被在慈禧死后随着慈禧入葬, 只是慈禧没想到孙殿英会毁了他的灵情, 孙殿英进入慈禧墓葬之后, 自然看到了这个往生被, 只是在孙殿英的眼里只有往生被上的珍珠让他喜欢, 这些珍珠价值连成, 根据估价, 这八百多颗珍珠简值十六万两白银, 一两银子在现在大概价值一百五十元到二百五十元左右, 取个中间值二百元, 以此计算, 十六万两白银也就是现在的三亿两千万人民帝, 也难怪孙殿英的眼里只有这些珍珠, 这个往生被光是上面镶嵌的珍珠就已经是如此高价, 更别说这上面的佛文以及往生被的用料, 从这里看, 难怪慈禧如此喜爱这个往生被, 其实在现代, 人死后入葬也会覆盖往生被, 只不过, 至今为止, 没有人能像慈禧一样使用那样奢华的往生被。